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的频道,我是Cliu 那今天视频呢是斯芙兰的开箱视频 其实是一个小开箱啦 因为只收到一部分的斯芙兰的单品 但里面的东西呢都是一些彩妆 比如说粉底液啊,口红啊 然后一些就是能够给大家拍Get Ready With Me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视频 所以今天是开箱再加上Get Ready With Me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收到的粉底液,口红 以及其他的一些彩妆单品在我脸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另外呢,这次Get Ready With Me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正在研究的一个全新的化眼妆的方式 我最近在研究如何缩短我的中停 让我的脸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长 所以如果大家对今天这个小开箱加Get Ready With Me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看去吧 那这次交完这个24K的primer我收到了 所以今天就用这个primer来打个底 还挺小惯的,大家应该都有在用 很多人都说它的反馈非常的好 然后这次的粉底呢,全部到了 就是Make Up For Ever这个全新Ultra HD的这个粉底 然后还有几个 Charlotte Tilbury的这个Beautiful Skin Foundation 听说非常非常滋润的一款 还有一个是Ilea他们家这款粉底也到了 所以粉底有三个 但是我其实最最期待的应该是Make Up For Ever吧 有些人觉得它非常好用,有些人觉得它非常不好用 然后它的色号也非常迷 这次只买了一个最白的色号 听说它会暗沉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娇蓝这个包装看着真的还挺好看的 非常漂亮 这个primer大家说用在脸上以后它非常的服贴粉底 好像很水润哦 来,我们擦擦擦擦 让我这个油豆皮感觉都挺舒服 但又很水润 它瞬间的被皮肤吸收 然后脸上那层光泽感非常好看 它的香味真的好香啊 就是那种贵妇级的品牌的那种花香在 但是不会hold人 然后整个皮肤上完这个打底以后 润度以及脸上的光泽感非常好看 现在触碰脸的话呢会有一点点的黏力感 但是不是那种很厚重很油腻的感觉 这个还挺清爽的 那接下来就是粉底 然后makeup forever的这一款 这个手感拿在手里有点胖胖的很可爱的感觉 凑镜给大家看一下它在平身里的粉底的颜色 跟我皮肤做对比的话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点白 哦,它挤出来不是特别特别有那种很强的流动性的 是吧,你看它我这样子手是竖着放的 它流动性也不是特别特别强 说明它遮瑕力应该不是太差吧 来,我们先上这半边脸来看一下 两边上完一层以后的对比 上完一层以后脸上是这样子的 明显这边就提亮了 我这边的瑕疵呢会稍微少一点 一层以后基本上感觉 如果不是很凑近看的话 感觉瑕疵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我发现这款粉底 如果你点上脸以后 你必须要快速的去拍开它 不然它会好像有点在脸上冻住 然后它干的还挺快的 来我们把整张脸都上完 00号干拍开的时候我真的感觉 我是拍了一块肥皂在脸上吗 你看刚上完我就自己像个电灯泡一样的脸 刚才我这边脸是比较暗沉 然后也是瑕疵比较多 特别是这一块 我觉得它的遮瑕力均匀肤色的效果还蛮好的 整个人看起来皮肤就瞬间比较干净 然后再着重这一块需要遮瑕 鼻子上啊遮瑕的地方 稍微再遮一下 然后我上单单这么一层多一点点 感觉它效果其实也挺好的 这一脸上最近也是有一些红血丝啊 下巴一些红点 然后也被遮得挺好的 虽然就是粉底比我白了 但是凑近看的话 也不是特别特别明显 因为我是对着镜头很近很近 但如果这样离远的话 好像看不出来 只不过这个脸的颜色是真的超白耶 这个粉底液我觉得不知道它会不会暗沉 希望它会暗沉吧 如果不暗沉的话 一直保持这个白的要死的颜色 是不是有点吓人啊 希望它会暗沉吧 我还是第一次希望一个粉底液会暗沉 那也是也是罪了 既然说到粉底液突然想起来 我其实想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这次买的这三款粉底液 它的颜色和它他们的质地是怎么样的 最左边的是makeup forever 这边是艾利亚 这边是shelotubry 然后我们把一个个抹开来看一下 这个呢是我这三个粉底这次买到的颜色对比 以及它的质地上的差别 感觉shelotubry这款的颜色会更加适合我 不过我觉得看上去好像颜色要变暗沉呀 刚刚上手怎么有点暗掉了 shelotubry这款 我已经抹开它很多很多次了 它的光泽度还是这么的好 完全的那种睡光机 然后你看其他粉底液就不会有那么透亮的光泽 那City跟Eliad的粉底液呢 会再出其他的视频来跟大家测评一下我对他们的使用感受 Bobbi Brown的这个维他命 face base 我自己这次买了一个小妆的 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小 这还挺小的 它正妆会比这个大很多 感觉它这个小妆稍微有点太小一点吧 那这个包裹里面唯一收到的一个护肤是pharmacy的 这个10%烟虾面膜这次到了 它自己里面呢还附带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透明刷子 哇塞我觉得它这颜色出来好好看呀 非常非常的治愈型的那种蓝紫调 但看它这颜色就这么治愈 不知道它用起来会不会好用 今天晚上直接使用一下 接下来呢遮瑕膏 遮瑕膏是Cat Von D的这款Good Apple Lightweight Concealer 它拿出来挺好看的 Cat Von D他们家包装感觉看上去就很简单大方 我这次想的色号呢是105 它的头呢是这样子一个设计 一个斜下角的弧度在那里 这个颜色对于提亮来说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这样子肤色的 比较偏黄一点底色的皮肤 它虽然水但是就这样擦开来以后 整个遮瑕能力还挺强的 眼下 就用手指这样轻轻拍开 哇 我觉得它真的好lightweight啊 就完全没有一点点那种厚重感 然后挺好推开的 并没有在你纹路上卡着 就特别是眼下的时候 它会直接卡在你眼下的一些细纹里面 这款没有耶 你看凑近给大家看 然后嘴角 嘴角这边也是最容易显示纹路的 或者是显干 你看嘴角这边也非常好看的被提亮起来 我觉得它还挺容易被推开 并且被皮肤很好的就吃进去了 然后法令纹这一次就被遮得很好 感觉脸部就这一块变得非常有年轻度 烹润度在 这个遮瑕膏我真的好喜欢 脸上完全没有 因为上了遮瑕膏有那种很粗糙很浮粉的感觉 然后它跟皮肤融合的也很好 并没有卡细纹 然后在遮瑕里非常非常的棒耶 就法令纹 然后脸颊这边比较明显比较浅脏的地方 那些痘印啊红印子啊 都被遮得挺好的 这款遮瑕跟Hourglass那款Vanish Concealer比的话 它的质地会比Vanish更加水润 更加好推开 就不管手指还是美妆蛋 都很快就被推开掉 然后整个妆感出来非常好看 会比Hourglass那款显得皮肤更加细腻 然后跟你粉底混搭了以后 整个毛孔出来是非常非常漂亮细致的那一种 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在手上做的遮瑕 你看我现在去蹭它 它的遮瑕它的膏体也没有被我蹭掉 感觉还是非常牢固的扒在你脸上的 这款真相真的是太喜欢了 那蜜粉呢这一次是用Hourglass这一款 我自己在斯芙兰视频里也推荐过 这五色盘真的是我自从买到手以后狠狠的在用 就算我用了这么多次 你看它里面 你看它上面也没有任何scratch 就还是很完整的一个五花肉的花纹在那里 今天这个散粉什么的就用这半边连 看一下它最后是怎么样的效果 在散粉的扶持下 它是不是定妆 然后持久度会更加高呢 接下来这次我又回购了 Cellotirby这个brow cheat 这次眉笔呢在我频道里出现 它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就它对于眉毛上那种塑造性来说 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整个眉毛画出来很干净利落很干脆 很硬挺 就比较有那种帅气感 然后特别是在画眉头的时候 我觉得它画出来的那种眉毛 你看一根根就很像 刚才画的这一根就很像自己真正的眉毛一样 电影呢会用到Dior这款669 Soft Cashmere 它的颜色呢是这样子的 看上去是不是还是比较偏向于那种影子灰调 那今天眼妆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日常 所有人应该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去画的 然后用到的颜色也非常少 最主要的还是着重于下眼睫这一块 画出一个能够非常放大眼睛 缩小我中庭的一个妆容 那直接开始我们第一步 用手去触碰这边这个颜色 它自己自带的那种珠光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颜色出来有一点点那种紫玉棕的色调 所以今天呢要运用它上面这一层非常漂亮的珠光 去打造一个比较轻薄的眼妆 上眼之前在自己手上稍微搓一下 把它这个底色稍微蹭掉一点 然后再画在眼睛上 我们今天主要的就是借用它的这个珠光 非常非常闪的珠光和一点点它上面的这个底色 来做一个眼皮上的铺垫 这一步完全不像你去用任何刷子 只用单单靠手就可以画好了 那换完这个颜色以后给大家离远一点看 是不是感觉整个眼眶 就眼睛和眉毛这一块上眼皮的部分 整个眶眶就凹进去 眼睛看起来特别特别的深邃 然后大家看它上面的那种珠光感 就好像你上了什么高光膏一样 是不是整个妆容上面是非常透亮的 非常薄 用一把稍微扁平一点的刷子触碰这个颜色 下眼睛稍微轻轻加深了以后 两边眼妆的差距 是不是感觉这边的脸就特别长 然后这边就有一点比例收缩了 然后用这个 稍微沿着下眼睫的部分 拉出一条眼线 用一把非常非常细的平刷 把这颜色稍微往上勾 颜色稍微把它带到上眼皮的后半部分一点点 非常非常轻微的 虽然上眼皮没有画很深的眼影 但下眼皮这一块我们加深它的眼影的宽度的时候 是不是瞬间就把中庭的比例给缩小了 感觉眼睛从视觉上来看 是不是就更加的放大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步是稍微加深这一块 卧残 我们要用的颜色是Dior 然后中间这个有点偏金属 金色的 就稍微笑起来 非常非常轻的去画过 最后一步去叠加他们家最白的这个色调 在上眼皮的地方 稍微就是稍微提亮一下 然后把这个珠光呢 稍微带到眼下这一块 就这里一点点 眼线是Benefit这次捕获的 这个Roller Liner Brown这只颜色 棕色调 今天眼线我们就要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细 非常靠近睫毛根部的一条很细的眼线 那整眼中画完就是这样子 感觉是不是整个眼睛看起来比较有灵动感 因为上眼皮没有画很多眼影 然后有很多珠光感在那里 是不是感觉眼皮上就很透亮 腮红这次我要用Laura Mercier这一款 Ginger这个颜色 好久没有用这个颜色了 今天的妆容特别适合这样子的一个颜色色调 先从颧骨这里开始打起 一定要保持在颧骨和刚才我们画眼影的这个位置 然后慢慢的往前走 让就是刚才打卧蚕的颜色跟这个 Ginger颜色有一个很好的这样子衔接度在 瞬间又感觉我中庭又被缩短了 是吧 Ginger这个色调真的是YYDS 我感觉画完它以后 妆容看起来有一种日杂感 OK那我先去换一身衣服 戴个耳环什么 稍微看起来就稍微正式一点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尝试四支新的口红 我这次收到的 Hello大家我回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试一下Dior的这支Addict 开始是滋润版的唇膏 颜色是531这个色号 这一次它拿出来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我以为它是圆形的 其实它是一个方管 跟它在以往一些包装比的话 我更加喜欢这一支 它也是像那种拔出来的 然后731它颜色是这样子的 哇好好看耶 是不是有点分达汽水的颜色啊 我已经好久没有用这种滋润版的唇膏了 这颜色画出来 我觉得在手上它可能会 橘色调更加明显 在嘴巴上这个橘色调 稍微被吃了一点点 然后颜色稍微被压下来 没那么明亮了 就在手上的试色 跟我在嘴巴上 是不是有一点点颜色上的差距 远看的话 是不是搭配上今天整个妆容 以及腮红以后 整个妆容看起来是很干净 很简约很大方的 就所有的妆容都没有一个特别突兀的地方 所以搭配在一起 我就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大家可能觉得在手上 它看起来会有点荧光感 但你看在我嘴巴上 完全就不会 它的质地也很轻薄 颜色还蛮显色的 就我刚才上了两层 两层可能还不到 它颜色出来就是这样子一个色调 然后呢是李贵两支口红 一个是200号 这个是丝绒质地的 另外一支是314 314这支是完全雾面 两支颜色出来好像有一点接近 但又不是很接近 是不是 它们家丝绒质地的膏体真的太好看了吧 两支颜色画在手上以后 差距还是蛮大的 这支是314 这支是200号 200号会更加偏奶茶棕 314会比较偏橘点 314跟李贵另外一支唇又比的话 它会更加暗屌一点 我们先来试看中间这个颜色314号 我觉得画在嘴上以后 因为它是雾面的质地 整个妆容看起来会更加干净 前面那一支是更加透亮一点 这个就感觉就整个雅下来 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比较收敛的感觉 李贵他们家最近做的这些雾面的质地的口红 我觉得它根本不像是雾面的 就一个很常态的嘴唇放在那里 它也没有特别特别特别凸显唇纹 314这支跟刚才531做对比的话 颜色色调比较接近 但是531会更加亮局一点 这个会更加雅调的 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妆发 我可能会更加喜欢这种雾面质地 画上这个颜色以后 是不是就感觉瞬间刚才从前面 531的那种通透啊灵动啊 比较智能的感觉 一下子就收缩回来了 变得比较好像正式感 但是呢它的颜色又是那种分搭的色调 所以画在脸上以后 带着那种正式感的青春度在 同样的呢它也并不荧光 然后我觉得它对于妆容的那种搭配性度上来说 还是挺大的 不管什么样的妆容 都好像可以去搭配这样子的颜色色调 Dior的最后一支200号 它是这边最最棕最最奶茶的颜色 这个200号我觉得它就是奶茶的那种调调 整体画出来它不像314或者是刚才531那么有明亮感 它颜色就像手上的试色一样 它是有暗度在的 有那种棕色调奶茶色调在的 所以画出来以后不可能达到那种很明艳 会让你整个人气色突然特别好 但大家看我现在整个妆容以及装扮 它在我嘴巴上是不是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今天一生的打扮 就我刚才换完衣服以后 我就在想今天嘴唇应该是会比较适合于那种稍微裸掉一点 稍微奶一点的色调 这样子才会让整个妆容看起来更加有日杂感更加高级 然后刚才前面用到的那两支呢会更加偏向于橘调一点 然后它的红度会更加饱和一点 但是这一支就完全把这一整套妆发的那种气势感发挥出来了 然后现在灯光暗了嘛 你看这个颜色在我嘴巴上 也没有让我的脸看上去非常的暗沉 是吧 就整个在不同灯光下的效果 我觉得颜色出来效果非常的好看 这个颜色出来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杏仁红茶雕 奶奶的裸裸的但是又足够的红调和橘调来让你整个气色变得非常好看 这支颜色我觉得是最最符合我今天妆容和打扮的一个颜色了 然后呢我们还有最后一支是阿玛尼他们家的 阿玛尼他们家这个Longwear Vivid Color Lipstick 去年的新品还是今年的新品啊 颜色是201 这个颜色应该会更加偏红调一点 感觉好滋润啊 它跟Dior的那几个颜色完全不一样 镜头里为什么这么的红啊 看着像牛血红棕调诶 但它本身没有那么的红 轻轻薄擦一层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蛮正的红棕调 就单单擦一层的情况下 它红棕调还是那么的明显 我觉得它身擦了以后应该会是比较一个有气势的颜色 那两层以后呢它会更加适合秋冬这个季节 不像刚才那么的轻薄 整个红棕调马上就跑出来了 就这个颜色跟前面那三支比的话 又不同的风格 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那种小sexy的感觉 这支颜色对于秋冬来说的话我还蛮推荐的 但对于春夏就现在这个季节 我觉得有点太闷了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过它的颜色出来是真的好看 你看不管是远看还是近看 那今天看了四支不同颜色色调 以及不同质地的口红以后 我不知道大家在这四支当中最喜欢哪一支 我觉得目前来说我的排名第一应该是200和314这两支吧 我觉得它们是那种无论什么季节都可以去画 都可以去搭配的两个色调 那今天用到这一系列产品当中呢 除了这几支口红我都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更加喜欢的是这个遮瑕膏 我觉得它遮瑕效果真的贼好 就整个脸上现在呈现的效果 脸上也完全不卡纹 然后法令纹的遮瑕度也非常的高 完全没有脱粉的现象出现 我非常喜欢它在我脸上出来的那种妆效上的干净度 作为一个遮瑕膏上来说 并且它非常高遮瑕也非常好推开 这我觉得是一个蛮难得的一点 它不会陷在你那些纹路当中 然后它的颜色又非常适合我的肤色 105号色 加完他们家这款妆前打底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我感觉它整个妆容给我维持的非常的好 然后肤框非常的服贴 我还挺喜欢的 那今天用到的这款makeup forever的粉底呢 我觉得它这款粉底是必须要去定妆的 就从目前四个小时的妆效上来说 这边脸我是定过妆的 这边脸我是没定妆的 我觉得这边脸的妆效看起来会更加完整一点 它皮肤的状态啊 然后遮瑕度啊 都还维持的挺好 然后这边脸呢 脸中这一块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浮粉出现 然后鼻子 我觉得鼻子有点脱妆了 鼻子上的一些瑕疵 一些毛孔都跑出来了 感觉它这个粉底一定要你去定妆 然后颜色上来说 我觉得它并没有很明显的暗沉 在我脸上就四个小时以后 没有很明显的暗沉 就还是维持着它那个比较白的色调 可能现在来说再加上一些腮红啊修容啊 整个人的颜色看起来会更加融洽 不像刚开始那么平 然后现在感觉脸上该凸的凸出来了 嗯 我觉得总体的颜色来说 稍微白了一点 但是可以接受 00号可以接受 我今天没打高光 脸上的光泽感就是这个粉底也自己透出来的 所以光泽感上来说它还是挺好看的 遮瑕里除了鼻子以外 其他地方都遮得挺严实的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思福兰小开箱 再加上我的Get Ready With Me 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不要忘记点击下面红色按钮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思福兰小开箱 以及一个Get Ready With Me 跟大家尝试一下 最次收到的彩妆单品 它们在我脸上效果是怎么样的 然后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不要忘记点击下面的红色按钮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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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